好 再来看国父的孙女孙岁芬车祸目前还在住院治疗 而她的姐姐孙岁芳在明天将要抵达台湾 那么这一趟的行程除了探视妹妹之外呢 同时有个更重要的目的 她要传承主妇的三民主义 她希望在这个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在全球各地设置一百尊的国父铜像 为了完成这个愿望呢 她自掏腰包上千万制作了许多铜像 其中台湾有六所大学决定要接受她的捐赠 拿着捧花开心站在香港中文大学国父铜像前 再来一张地点换到泰国中华馆 同样也是国父铜像的揭幕典礼 永远站在前方最醒目的这一位 就是国父另一位孙女孙岁芳 75岁早就退休旅居下威夷 但孙岁芳的足迹踏遍了各国华人圈 预计13号还要低调访问台湾 目的很简单只有一个 就是捐钱设置国父铜像 传承三民主义 对她这个祖父的这种的尊敬 从去年开始呢 就一直在全球各地奔波 她的心愿呢 是在全球各地呢 能够建100座这个国父的铜像 天气暖色之后工人们 还是加紧赶工包装 应问孙岁芳 13号傍晚就要来到台湾 选定台湾六所大学捐赠祖父铜像 而且孙岁芳还发下宏愿 希望中华民国建国100年 设置100尊 孙中山铜像 全部费用都是孙岁芳自个儿掏腰包 预计花费至少上千万元 据我所了解 现在大概全世界已经有60几个 各地的都建起来了 他不单是他自费 而且是他连运费他都出了 花大钱回台湾 帮阿公延续生钱的信念 孙岁芳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 传承三民主义 这一段李东益台北采访报道